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就在交接过程中 这些国宝竟被人离奇掉包 这些国宝至今下落不明 国宝失踪案至今 仗势人议论不断 据相关资料记载 这位宣宪国宝的美籍华侨名叫王继谦 他以身库外收藏文物 当他得知我国的重度国宝 留落在美国时 一度痛心不已 当时已经高龄他 决定竭尽自己的努力 赎回这些国宝 他曾经在犹太人 沃尔特侯士太开的古玩店中 发现了北宋时期的国宝佳作 有五宗圆绘制的白鸟画 朝元仙障图 这件北宋国宝被王老一眼相中 为了赎回它 王老不惜拿自己珍藏多年的国外名画进行交换 王老为此付出极大代价 但是王老一点不后悔 这幅名画用白鸟手法 描绘了东华帝君与南极帝君等87个神仙 去拜见原始天尊的长久 此画寄引精湛 堪称国宝 2002年 王老已经高龄96岁 一身重病的他一直牵挂着自己收藏的国宝 经过再三思考 他决定由自己的女儿王贤哥 将朝元仙障图带回中国 当时这幅北宋国宝一度引起靠谷专家的关注 有专家断言 这幅画至少在一亿元以上 他们最终决定将此画捐给上海博物馆 由于捐献国宝的程序十分繁琐 王老的家人决定先将此物放到上海一家银行保险柜 进行保管 由于一家人内部出现分歧 王老的女儿决定先行进行捐赠 等他们打开保险柜后 这幅天下国宝竟然被人离席掉包 保险柜中的画作只是他的复制品 他的女儿立即报警 事发前 警方得知保险柜的钥匙 由王老的女儿和哥哥各拿一把 由于两人各执一丝 法院最终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这件国宝的下落至今沉迷 读者们你们认为国宝去哪了 本期的选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请不吝点赞订阅